哈囉大家好我是俊俊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要介紹的是 俊俊老師最近非常常使用的 五款精品名牌包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都比較少出門 所以最近所使用的包包 都是比較小的包 Hi 大家引頸期盼的 Tennis bracelet 終於進貨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直都沒有進貨 數量有些喔 想要買的朋友 趕快上俊俊Square的官網購買喔 你好像收貝 我是Diamond Babe 首先 這款包包是我最近非常常使用的 俊俊老師有兩個小孩了 所以手必須要放出來 去照顧小孩 Alisandre Wong的Arctic Fanning Pack 它的價格是650塊美金 比較能夠接受的價格 除了它很多空間之外 它可以這樣子背著 非常的方便 完完全全可以空住雙手做事情 可以這樣子背啊 可以調節式的 非常的實用 我非常非常推薦 它呢也有出一款mini的 可能就會有一點太小 我覺得這個尺寸呢 是最最最最剛剛好的 585克 30公分 11公分12公分左右 放下手機 看眼鏡 鑰匙啊口紅了嘛 其實都綽綽有餘還可以再塞 然後前面呢 這個地方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譬如說很重要的洗手液 欸我剛洗手液沒拿出來 可能再扣個10顆 再來下一個包款呢 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的 在雜誌上面呢 也有一個專題的時候有介紹 就是Prada的植木包 欸 扣的怎麼不見 跟剛剛那款Alisandre Wong的包呢 一樣的效果 就是媽媽最需要的 放開雙手照顧小孩 現在啊 出去買菜你也不敢亂碰 所以你不可能就是用手提著包 然後還要一直就用那個消毒的 尼龍的材質也非常的輕盈啊 把這個裁下來 繫在腰間 然後就變成說你帶個零錢包出來 我覺得這個包呢 可能沒有像剛剛Alisandre Wong的 這麼能裝 我覺得這樣子差不多 就不能再裝太多了 那這個Pouch呢 其實就可以放消毒手的啊 量它的重量啦 365克 一樣非常輕 因為它是尼龍的材質 定價是 1150塊美金 下一個呢 是之前有開箱過的 雲朵包啦 就不用多說了 兼具的實用性 以及時尚 新上任的Daniel Lee 所設計的雲朵包 那現在呢 其實它已經有很多的版本 編織的 還有這種就是普通的皮 還有很多很多很特別的材質 個人建議呢 還是買簡單一點就好 因為它特別材質的 像什麼金色有毛的啊 這種很容易啊 就會退流行 那最近也推出了 就是鏈條系列 我覺得就是要造福 就是我們這種 想要時尚的媽媽們 價格是 1390塊美金 重量是310克 22 11 8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之前開箱的那個影片 我有教大家怎麼樣做這個 可調鞋式的火結 眼鏡 手機 皮夾 然後小口紅放進去 就剛剛好 出去買菜什麼都非常的方便 剛新推出的這種 一拜或爆紅款的包包 我覺得大家要多想一下 要看看說是不是真的符合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這種包包呢 你要賣的時候就並不是那麼有價值 要想清楚 OK 再來呢 這是我的 old time favorite bag 我的mini Kelly啦 登登 這個包呢 真的是我買了非常非常值得的一個包 經典的Kelly bag 最小的一個尺寸 在夏威夷買的 然後皮質呢 是山羊皮 顏色的是水墨蘭 金扣 價格呢 是8200塊美金 那我那時候買的時候是有配一點貨 大概1比0.5左右吧 但是呢 因為它容量蠻小的 所以常常要arrange它的空間 那你就是想要買它的這個Kelly 所以其實容量大小便分是 230克 19 12 5 那這個包呢 我覺得它非常方便 就這樣背出去 而且非常的好看 10大 如果呢 你想要有點變化的話 可以去買他們家 這個編織系列的背帶 然後就是這樣子搭配 一個是105公分長的 然後一個也是80公分 最後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超可愛的mini Lindy bag 也是我在夏威夷前陣子才購入 所以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歡使用它 雖然是mini 但是它可以裝非常多的東西 因為它是長方形的 然後又很寬 然後手機呢 沒有問題 皮夾呢 沒有問題 然後眼睛呢 沒有問題 口紅啊 藥啊 或是 我覺得有時候放個小的相機進去 都沒有問題 410克 錫鐵灰 然後搭配金扣 然後皮是Togo 我那時候買的價格是 6150塊美金 Lindy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經典 然後看起來非常有氣質的一款包 縮小了以後就變得非常可愛 但依舊是我覺得蠻有氣質的 好啦那這是我今天所介紹的5款 我最近常常使用的包款 對於這些包包有任何問題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千萬不要忘記記得要按讚影片 訂閱俊倫老師的頻道 這是給我最大的支持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喔 掰掰